第六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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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下個節目就是 我們請李入成醫師 他是現在的義揚 掌軍 我們的Community Chairman 他現在要介紹我們今天得獎的 曹昌信先生 李入成醫師 叫我們介紹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大概出席的明年 就是紀念年轎獎 在這個 20年前 我們在這個 中間 從來 , 我 現在 這 , 我的 最 非常 想 谢谢大家 好,這是1953年,在電容當時跟我同鄉 為什麼我都同鄉? 因為1978年到工作的時候 我就說,我在韓國的時候,在韓國前三江的大堂 那邊有一個塔,那個塔上面有一個巨峙 你去的時候,我看兩人看頭記 他說,你要看兩人看頭記 他說,這個前屏幕,是不是這樣? 那個屏幕就說,那個屏幕有四個方式 聽到,換的衣服不一樣 喔,換的衣服不一樣 他說,你們那是什麼地方呢? 你們那時候,1978年 我們剛才講的,黑龍江 所以,我第一次,其實我從來沒有看過黑龍江 等到我們看到這個老龍蝦,浩潭先生 在文國的時候,好像受到了很多困難 但是,他從這個黑龍江大學的中文系畢業 所以,越來越來越到森州 去做這個,有一個報紙的鋪走運行 他深深深的臉農感 好像是在1988年的時候 他寫了一個壽論 要鄧小平下台 結果,第二年 他被擋住了中國 然後到我們那邊 變成一個中國的黨國來 詳細的景點 詳細的景點 你歸看這個影片頭 我今天榮幸 你們請曹生 來跟我講過 最後要講一句 曹生現在在台灣 非常有名 因為他是真正的民主 他是這個 彭文社的這個 人工理區域 這個 民視看 政治正經看民視 剛開始到這個 這個 八月底 每天都在這 我對他的這個評論 就是他 台灣人更是台灣人 有 好 請問我們是一個 台灣同鄉 曹唐欣 好 請現在請我們 我們的董事長 關於一個 武醫生的 這個 關於第四個獎 就是曹唐欣 先生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接着我们要请我们这次得奖人曹长欣先生来为我们做今天的专题演讲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曹长欣先生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我们北北州台湾人医师协会总会的邀请 谢谢我们这个陈主席总会长的邀请 我才能跟这么多朋友都在一起分享一下对台湾对美国对中国各方面的看法 非常谢谢各位 也谢谢刚才这个李武成医师的介绍 也谢谢颁发给我这个林洋医师演说纪念奖 林洋医师是一位名嘴在纽约新一是位台湾人 而且是一位台湾独立运动的先驱性的人士和这个勇士 他在很早就推动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化国家 很不幸他很早离开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这里怀念他纪念他 那今天他的妹妹林女士 还有他的妹妹Mr.John White都在这里 我们也欢迎他们纪念这个林洋医师 我觉得林医师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那今天颁给我这个奖 其实是颁给所有为台湾发生的人 不仅包括医师 所有为台湾的人都在今天共享这个奖 那我特别讲到林医师是个主标性的人物 因为很多的医师最后很多都弃医重文 或者在做医生的时候同时写一张写书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大家知道这个作文有个字叫弃医重文 我还没看这个其他的行业叫弃物理重文 弃化学重文或者弃商弃其他行业重文 就这个医生从事文学的 后来做出很大的文学成就的 写作的思想家的 在比其他的任何的各行各医的领域都多 为什么我也在思考 就叫你各位 第一个就是医生他接触很多人 接触病人给病人诊断 接触很多人接触社会 了解这个社会的人间的疾苦 第二个医生看病人要仔细的来看诊 观察观察这个医生病人各方的情况 说要很敏锐的观察着眼光 这一点也跟这个作家有相同 作家需要就了解社会 社会越来越多了 第二个要有敏锐的这个眼光和观察能力 第三个我觉得医师有一个普通点 就是因为医师他是这个跟病人打交道 有时候还面对很多死亡 这个面对死亡 就要思考人生的问题 你看我看有些作家思想家 他在书房里就放一个这个人的解剖的头盖骨 就是提醒自己思考这个死亡的问题 另外一个最是跟作家有关系 国家很多作家也在研究死亡的问题 思考人生的问题 另外一条我觉得很有关系 就是医生这个救病治人 救一种人道的情怀 好的医生都是悲天敏敏的人 引敏别人 所以这一条也跟作家那个重视人性 最伟大的作家都是最人道主义者 我觉得这四条都是导致很多医生 最后心一从门 或者在医生的时候就来写作 而且写中很有成就成为很有成就的作家 那我就觉得你看看这个 我在美国不要看这个美国电视 我喜欢看一个节目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兴趣 就是这个美国这个百万美元 来问讲节目 问这个各个问题 从一百块开始最后到一百万美元 那我就经常看这个节目 哎呀这个 有的时候还越越越试 有没有好多题目我还能答上来 但是恰恰就是这个 五千块钱以下的那个题目我最难答 那个美国那些民意语言俗语言反而你不懂 这个运往上的 十万以上的 二十万的 五十万的 很多涉及国际的 加强武汉指导 有一次有一个问答 问那个人赢到了五十万 那五十万美元的一个问题 说世界上有一个人 他是医生 最后成为这个全界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 是哪一个 这道题是五十万美元 哎呀那个人半天打上来 我在电视机前干着急 一问我一下就知道了 那就是俄伯的作家齐克福 那道题是五十万美元 可以他没有打上来 齐克福当年就是 做一个我们在座的各位 比一样的 做医师的 最后七一从稳的 写出很优秀短篇小说 他觉得做医生救人 还不够 他要救人的灵魂 所以最后他写成了一个 不仅是俄国 是全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中的之一 这是这个俄国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还有一个 大家如果不喜欢齐克福的小说 喜欢这个 特案的 杀人的 那福尔罗斯特地小说系列 那也是医生写的 克丹德尔 他是个传医 在传人的医生 过来写出系列小说 现在电影还在演 再一个 我刚刚从日本回来 日本有个著名作家 叫渡边随一 他写了一本书 《光合影》 获得了日本大中文学领域的最高奖 那在座大家更知道 华文文化 中国有个重要的小说家 思想家 鲁迅 记忆从文 我这次我和他在日本 他特意去了仙台 去了那个鲁迅 在仙台医学院 留学的地方 看他过去的那些记录 仙台医学院 现在改名叫东北帝国大学 这个大学有个校室展览馆 三分之一是鲁迅的资料 而且专门为鲁迅开设了一个单间的空间 占全部展览馆的三分之一 这个东北大学仙台医院过去的创办人 院长 教授 没有应付一个人 有独立的单独一个展览室 只给了鲁迅 所以说鲁迅大家知道 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家作家 因为他的中国文化 最了解 将来台湾走出的方向 是中国的方向和美国的方向 我们可以拿鲁迅 他的思想做类似 鲁迅对中国文化看得最深刻 他说中国人 你不要看现状书 现状书中间有两个字 你们看不清楚 我看到了 那中间写了两个字 中国的古书叫做诗人 他说中国文化的本质 就是吃人 是个吃人的文化 把人的良心吃掉 把人的尊严吃掉 把人的人性吃掉 中国今天为什么道德文桑 今天还是那个吃人的文化 在中国占主导的地位 所以这是我看到的鲁迅 也是个七一重文 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 在那个展览室 我还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当时仙台医学院 勾取鲁迅的读学通知书 写的不是中国 叫清国领导生 清朝的清国 清国领导生 那是1902年 也就是1902年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中国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说了 台湾自古以来受的一部分 怎么自古 1902年还没有中国 你怎么自古是你一部分呢 完全荒唐的 所以这是鲁迅 大家说不仅七一重文 很多医生 还有参与政治 参与政治 你像林一阳 很早的时候 就在美国 在纽约 从事台湾人的政治活动 其实是个良心的活动 造成的活动 推动自己的国家 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像林一阳 像我们在乘了很多位 包括我们的会长 包括我们刚才介绍 我的李武成医师 他原来在虽然做了医师 后来他做了这个 纽约台湾会馆 三届的理事长 对台湾会馆 这个纽约台湾会馆 成为天下第一馆 立下了汉马功劳 包括这个 我们在座的很多医师 我也认识 包括纽约的 黄正清医师 包括这个 邱一南医师 有的做过我们 这个北美洲医师 协会总会上 包括许昭雄医师 许昭雄医师 可能他俩不是兄弟吧 这两位医师 还有包括 樊约忠医师 我也认识 做过我们发发 这个全国的赎会 还有林荣忠医师 现在担任我们 洛杉约台湾会馆的理事长 好像如果我没记错 有第三次来当 第三次做的理事长 这些很多很多的理事 都在 不是从事政治 而是因为爱台湾 在做出一份贡献 推动台湾 尽管捡走 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三美国 再有两个多星期 我们将投票了 选出美国下一次的总统 下一次总统 我们大家知道 美国不管选出谁所总统 美国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还有宪政民主的制约 无论是Hillary还是Trump 那么美国为什么这么伟大 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强 联合193个国家 这么美国成为超强 就是美国有一部 伟大的宪法 所以美国有个独立宣言 这是美国建国的底座 那独立宣言大家知道 很多人参与起草 这个主要主比的是 美国做了第三届总统的 杰伯森 独立宣言大家知道 起草 独立宣言的美国先贤 11%都是跟我们在座的职业 是一样的 都是医师 独立宣言11%是医生们起草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现象 第二个美国重要就是美国的宪法 美国宪法的核心精神是两句话 限制政府的power 权力 保护人民的rights权力 这就是美国宪法的全部根本精神 那美国宪法学起草的 我看了一下历史资料 5%的起草者是医师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美国国会成立的100年 这个1789年到1889年 这100年美国国会有252名的议员 是跟我们在座的一样 是252名大家知道是多大的比例 今天我们的多少议员 众议院435 参院100个 再加上华人的地区有三个选举人票 一共538 一半是269 说今天美国大学忘记歌台 谁拿到270票的选举人票 10月8号那天晚上 他就是美国总统 说今天全都美国议员才535人参中议员 当年美国就有252名的议师 你就可想是医师在美国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进程中 做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再一个我们说说台湾 台湾是这样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台湾人第一个博士是谁 在其他国家拿到博士学位 杜松明 这个人就是聪明 他名字叫杜松明 他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拿到了医学博士 全台湾加油互想当时 很震撼 也是当时台湾医学院 这个在日治时代 唯一的一个台湾人的教授 后来二代结束以后 他担任了台大医学院第一任的院长 后来他又到了高雄 创办了第一个台湾人的自己的私立大学 他要把它变成早稻田 清新那种日本私立的民法大学 高雄医学院的院长 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也非常关心政治 他是研究戏剧学 研究蛇毒和中草药 他曾经动心思想去中国 干什么 他想用戏剧和蛇毒干掉原始台 因为他同情思志反的革命 就是杜松平 但是杜松平的二八图差点被杀掉 他长期的躲避 逃过了一几年 可是他最好的朋友 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一个台湾第一个拿到文学室的林茂胜 也是第一个在美国 高雄医学院大学拿到哲学博士的台湾人 在二八给杀害了林茂胜 包括杜松平的很多医学院的同事也被杀害了 杜茂胜 他的女儿今天也特别来参加这个演讲会 他就坐在后面 从纽正起来 我们大家向他致敬 向他致敬 向他致敬 杜松平 那再一个台湾很有名的医师 从事政治 救台湾 就是在日记时代台湾人最重要的政治领袖 就是这个蒋贝水 大家知道蒋贝水 一来人 这个医学毕业以后 这个组织这个台湾民主党 组织台湾文化协会 反抗日本殖民土制 希望台湾人在自己土地 做这个自己的国民 而不做二的国民 说蒋贝水很可能是日志时代 台湾人最重要的 最有影响力的民主英雄 和这个政治人物 他也是个医师 蒋贝水 那今年台湾很多很多 那我在台湾的时候 前一段 正好台湾新政府 文化部举办了在国家人权博物馆 举办的一个展览 叫什么呢 白社国务时期的台湾医师群像展览 展示多少人受害的 被迫害的 一百零五名 台湾医师 医学学生等等 受到国民党的迫害 在开幕式上 一个九十岁的老人 上台演讲 他说 他也是医生 他说 我当年被抓起来 盼了十年 什么罪名 就是特务在他刀子里 发现了一本 陆讯的日记 就这一本日记 他就活活地盼了十年 蹲了十年 就是台湾的白色的恐怖 这些医生 这个展览还没有结束 大家有机会去台湾 可以看看这些展览 看看那些台湾的医生们 他们的绿党 在台湾 为台湾人今天 做出那些重要的 可歌可泣的贡献 我们今天也感谢那些医师们 一般说 无语有个说法 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上医医国 中医医人 下医医病 上中下 这不是说分上中下等题 他就说 要这个治病治人 挽救国家 三个层次 无语有个说法 上医治国 中医治人 下医治病 强了这个医生这个责任 而且这个无语就是说 这个文医载道 这是对作家思想家的要求 你的文章也有内容 有思想 有正向的价值 文艺载道 那么对医生也有要求 叫做一以济世 这个经济的济 世界的事 你要帮助这个世界 改造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更平等 创造一个更加自由的 一个生存的环境 所以对作家 对医生 从从从以来 有很多道德性的 一些准则性的要求 要求 那今天 我们大家说 坐在这里 探讨我们关心的台湾的问题 今天台湾 从保守界上说 就已经是一个病人 因为国民党不是 过去埋头统治八年 是1945年到现在 是160多年 一个假子的统治 政治上千疮百疚 非常多的问题 巨大的后遇症 经济上 党库通国库 这个造成社会巨大的故宫 文化上 那个高金外省人的 那个意识形态 那种歧视本地人 种族歧视其他族裔的 那个意识形态 在台湾太存在 在司法上 国民党意识形态人 还占多数 按照陈日典时代的 法务部长 陈定兰部长的 他的说法 在台湾的法官 检察官 蓝绿比例是7比3 当时实际上达到8比2 现在这个局面 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从政治 经济 文化 司法 台湾都有病 是个病人 需要治疗 那今天 台湾绿营全民的执政 赢了总统府 赢了立法院 赢了现实养的多数 面对这个病人怎么治疗 那我们蔡英文总统 蔡医师 现在采取是保守疗法 没有做大手术 也不化疗 保守疗法 当然也是一种方法 但很多人希望能够 大刀破口地做手术 割掉马英九 割掉金骨葱 割掉马国民党的烂摊子 把国民党的毒瘤割掉立法 很多人觉得 速度太慢 已经执政了 五个多月 从一月份当选 已经九个多月 三九二百七天快三百天了 大家希望能够更快 但是我想给各位报告 台湾的立法院 大家看得很清楚 做得非常好 立法院首先通过了 不但党产法 来把国民党 长期的党固通国 固年党产拿回来 一九九三年 国民党自己承认的党产 就是九千三百六十九亿台币 将近一万亿 将近一兆台币 今天他说只剩一百亿了 九千多亿他里去了 是不是在巴拿马 是还是在加拿大 还是大加拿 都被国民党拿去了 是这个必须要查 所以立法院迅速通过了 这个不当党产法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我们今天给我看的名单 我们立法院 绿营的重要的 这个资深的立法委员 柯建平委员 几年以来参加我们的 这个这个医生会 希望那个柯委员 能够把这个党产法 快速的坚定的 执行下去 实施下去 把国民党的党产都查出来 都查出来 就把国民党的党产 还给平民 所以这个党产法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下一步很重要 一个法律最重要 就是要通过公投法 这个已经列入了 立法院的一个议案 下个会期就可能讨论 那么讨论的话 如果柯委员 我要再不再想 要是要应该改变 民进党的版本 支持时代力量的版本 因为民进党的版本 还有违谤 还提出来 要按比例原则 就所有投票人 所有注射核科 选民的四分之一 出来投票 这个结果才有效 这跟国民党 跟那个什么陈文茜 制定那个鸟龙公布法 还有相像的地方 而时代力量的版本 非常像美国 像英国 像瑞士 就是简单多数 没有选民的比例 不管多少人出了投票 过了一半通过 10月8号 美国大选 大家拿去投票 那个投票单上 有很多很多公投的议题 同不同意 同行婚姻 同不同意 无信别这时候 美国很正义的问题 这些都是通过公投解决 美国没有规定 英国没有规定 瑞士也没有规定 什么 多少选民比例 就是简单多数 所以英国前照公投 脱离了欧盟 就是简单多数 没有一个选民 和各选民比例的问题 所以民进党这个版本 应该是改变 跟时代力量一样 简单多数 通过这个公投法 公投法非常重要 只要公投法通过了 台湾人就可以下一步 各个方面 各个层次 各个议题 都可以举行公投 第一个就是公投 18发应该取消 现在18发 和这个年金改革列到一起 我认为完全不合适 年金改革是世界普遍的现象 美国有年金的问题 年轻人 就支付更多老年人 老年人越来越长寿 退休金越来越多 这国家无法负担 年金改革 美国也存在 英国也存在 法国也存在 德国更严重 希腊更加严重 全世界面对的问题 但是18发不一样 全世界联合193个国家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 像台湾这样 像国民党一样 人为的制度性的 制造社会不公不义 18发是必须完全的取消的 而且18发 你如果要采取立法院 就像不当党产法 法案一样 立法院通过决议 就取消18发 而不许在在 现在这样 人权政府 要年金改革 开国事会议 明年上半年开 下半年不要讨论多少次 讨论100次 一千次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些有18发的人 那些既得的议题 随也不愿意放弃 你跟他调论 鱼虎谋别 他会同意吗 不可能 必须行政命令 就像不当党产法一样 不当党产 通过行政命令 通过立法院议案 就成立委员会 完全收回党产 不当党产 和18发就是 跟不当党产 一样兴趣的不当年纪 所以应该取消 取消了 国民党党产 就是取消了 国民党 汇票 买票的财力基础 取消了18发 就是取消了 国民党 利益集团的铁票队伍 所以这两个 都希望各位 通过立法院 通过立法院 再一个要求共同 可以举行共同 一个问题 问全体台湾人民 台湾是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用这个做共同 当然我们大概知道 结果肯定是 多数人说 不是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前的民调 达到80、90 台湾人民的回答 台湾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通过共同法 全民共同 拿出这个数字 告诉中国 台湾人民 多数台湾人民的民意 告诉美国 告诉日本 告诉欧盟 告诉整个世界 台湾人民的民意 所以这就可以通过共同法 来展示 在一个海权共同 就简单一提 又一个共同 国民党的党产 听不听拿回来 国民党的党产 国共和国的财产 是不是合法 包括现在 我刚刚从东京回来 那今天 谢长廷先生做大使的 台湾中华民国驻 东京代表处 那房产根本不是中华民国 也不是台湾 是国民党一个 已经死了18年的 老头子名下 马基壮 在1978年就死了 18年了 还列他名下 那怎么可以 如果马基壮 儿子 女儿子打官司 按照日本的法律 我的房产正是我父亲 那我就可以继承 这可不可以 这必须要来调查 必须要改变 再一个 你说的巴拿马 那今天 中华民国驻 巴拿马的代表处 房产列的谁 是赵峰银行啊 赵峰银行 大家这是丑闻最多的银行 很可能全世界 最腐败的银行之一 涉嫌洗钱 结果我们 中华民国驻 巴拿马的代表处 的房产属于赵峰银行 这些需求要共同 都可以用动作的 共同的方式 问台湾人民 这些党产 这些需不需要改变 台湾人民改变了 告诉世界 我们需要改变 包括还可以进一步共同 我们的国歌要不要改变 蔡英文总统唱的国歌 不好意思唱 什么三民主义 无党所踪 无党就是国民党 三民主义 国民党所踪 这是一个反动的口号 反动的国歌 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就不能再继续唱反动的国歌 那这个要全体人民的共同 国歌要不要改变 而我看了通话 民国现有现法 国歌的改变 不实际现法 只要立法院通一 只要全部人民共同 就可以改变国歌 用那个 旺苏苏也好啊 裁判春青也好啊 海洋国家也好啊 对不对 政治人呢 这个王云哲他们 创造歌曲 哪一个都比现在 中华民国国歌好 我们可以改变 要不要改变 要人民共同 再一个国旗要不要改变 你们看到国旗 全世界能不能找到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 不要说联合一般有三国家 包括前一块 巴西里约合院会 二本国家出场 有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旗上 有它的党会呢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在台湾 中华民国 国民党 就居然 胆大抱天上 把党会放到了国旗中间 完全像全世界宣告 我们就是党国议题 党代表党 这个党代表国家 代表人民 霸占这个国家 潜化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需不需要改变 你国民党 乱口别问 是这尺盆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我梁国基本是一样的 这必须要改变的 必须做公调 不设计蓝绿 不设计统獨 就是问台湾人民 一个党 党会在国旗中间 可不可以 我跟国民党人 在电视上辩论呢 在彭文正面的 正经看民事辩论 我说你如果拿出 一个国家 党会在会中间 我就加入国民党 你拿出来 你退出国民党 或者被国民党开除 我说我最喜欢 被国民党开除 一一开除它变得 真实的 正义的 这是讲的讲道理的问题 这些完全都可以用公统 一个一个的公统 到人民的国民党 暂时的迷 最后一条 就要公投这个 中华民国的国号 这国号都是代表中国 包括今天我们在做 很受尊敬的 我们这个 中华民国 住台湾的 是住的美国大使 高苏大使 很专业的 外交官 他的名片 包括在卢署长的名片 都是 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你给美国人的话 美国说 你是科普女的代表 台北 不是 高大使代表的 蔡文总统代表的台湾 所以这个台北文化 经济代表处 完全是不伦不类的 必须有改变的 包括我 倒在介绍我们这个 也是一时出身的 吴署长 名片的主长 我说你不要去日本 发名片 主长在日本是山口主 黑社会的意思 所以这些你必须有改变呢 对不起 西日伟大使 去驻德国 走的时候 有一些朋友送行 他送给他名片 他就印上了 他什么呢 是台湾的代表 没有中华民国 他强调 只要是跟台湾 没有邦交国家的 一律印台湾的代表 只有邦交的22个国家 那小国 我们印中华民国 因为那7家国家 联盟中华民国名字 国民都不承认 我们印什么 应什么时候 就应该 我们本来的名字 就是台湾 又简单又明确 把台湾 要台湾总盖世界 清除招击 而且你们大家也不知道没有啊 西日里大使已经上任一两个月了 中国抗议了吗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对不对 包括蔡英文总统 到了巴默马 签字 用英文 President of 台湾 台湾总统 包括陈建伟副总统 到这个 意大利分地港 落款是 Vice President of 台湾 台湾副总统 中国情况非常灵敏 抗议了吗 说了吗 押去无声 所以这个 你要不要等中国开绿灯 这跟交通规则不一样 台湾的事情 必须要正确 蔡英那个 薛书委就做了 就成功了 没票 总理也承认了 就是台湾的代表了 将会有一天 台湾希望高大使的名片 以上 台湾的代表 而不是台北军统 而为 中华民国这个 要不要改变 你们完全虚假的吗 今天 任何中中历史的 中华民国1949年 蒋介石被共产党打败了 被造台湾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这个国家都灭亡了 这谁说的 这蒋介石都挺说的 1950年他推定讲话说 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我们都是华国之名 这是蒋介石里面 中国人家 两种才的话 我要跟我共产党认论 你们要尊重蒋介石 叫听蒋介石的话 中华民国已经灭亡 台湾的名字叫台湾 用台湾的名字走一样世界 加入联合国 在蒋介石里面做互头 跟人民的回答 中华民国是不是虚假了多 中华民国是不是有灭亡了 那些今年全世界尊重真实尊重厂世 都知道 中华民国已经死亡了 死了很多年了 就算不送账 不开地咬坏 中国有一句话很糟糕 叫死马当作火马医 你们那个知之火马 死马能治好过吗 这不可以我记得一句话 是不是 死马当作火马医 医了多少 全世界你今天在那都是很好的医生 能救过来吗 救过来的 中华民国已经死马 已经死亡了 要尊重这个现实 我们今天大家来加一点劲 给中华民国办一个下葬的议事 开一个制造会 这些都可以公投解决 所以公投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座都被推动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 台湾人医师协会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很重要 很多医师做了很多的贡献 包括以前 这个蔡荣雄医师做总会长 林荣雄医师做总会长 邱一南医师等等 他我都看到报道 带领台湾的医师到美洲的国家 到非洲的小国 去开展医师外交 成议者 对不对 就是很多次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今后应该转向台湾 你去泥加辣瓜呀 泥瓜呀 什么瓜 我记不住了 22个邦销国 22个邦销国不很重要 少的一半也没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是22个加起来 没有美国重要 没有日本重要 没有欧国重要 真正重要是两个国家 美国和日本 刚才我见到高大使 我说你的任务非常重要 一半在你肩上 一半在你太太里肩上 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一个议事会 不是要再去美洲小国 22个邦销国 你知道吗 巴拿马登国国家 前几天要跟中华民国就要放弃台湾 北京不同意 北京一定要保持中华民国有一定数量的小国的邦销国 才能保住那个中华民国 保住那个虚假的国号 才可以是一个中华 才可以九二公式 所以那些小国想跟中国建交 他都不同意 所以那些小国实行多少 你都在用钱的 什么原重 原重来原地去 只就是用钱换来的 台湾花了很多秘密外交 秘密的冤枉钱 今天今后台湾不要 定在秘密外交上 而是公开的外交 透明的外交 才能阻止台湾这些款项 被个人贪掉 尤其我们这个医事会 应该派团 主团回到台湾自己的国家来议事 帮助台南平中 那乡下的乡亲 同时在台湾 宣讲人民共同权力 共同法通过之后 我希望我们医事会 这种医事会 派团 主团回到台湾 各地宣传 人民的共同权力 我们有这个权力 改变国籍 改变协法 改变中华民族国号 让台湾走向联合国 第二个要在海外 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国家 全世界唯一的超强 来宣传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必要性 台湾这个国家按照人口 在全世界一百多国家排第四十位 台湾是美国第九大贸易国 不是小国 这一国家在排四联合之外 不合体 不合理 不合法 我们宣传这个 让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声音 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 让美国国会知道 美国媒体知道 美国人民知道 让美国很糟糕的国务员也知道 就要宣传这个 这是我美国的医事会 第三个的医事会 能够公平的解决 公平的解决 因为在第一时间 我就写一章 陈日贬前程的案子 不是司法案 是政治迫害案 我不想很多 什么压人取共啊 舆论审判啊 被审刑判啊 创开笔录等等等等 只有三条 大家记住 第一个 美国这国家的伟大 是它不民主 民主的底座是法治 美国的法治十二个字 叫做政治第一 诚信正义 然后是无罪推定 陈日贬的案子 完全违背了这十二个字 完全违背了美国的西方文家 我国家的法治原则 我们取三件事 第一个 在陈日贬已经判罪了 融谈土地案 判刑判决的前夕 马一路总统 见请台湾司法院院长 副院长 大法官 法务部长 法务高手 吃饭 喝中国毛财 可能是假毛财 然后就说 这判决结果要符合人民的期待 这完全是政治干预司法 总统这样说 在美国怎么可能 而且 马一路以前就说过 我要陈日贬死得很难看 枪以上岔 在全世界民主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 说是这种恶和反的 完全违背法律常识 违背人道基本精神 文明精神 这种话 这是马一路完全正义干 政治干预司法 完全违背诚义正义 第二个 全世界 美国包括中华民国宪法 都写着法定法官原则 甚至法定法官 法官判案 已经抽签拿到 今天我们在拉斯维加斯 在美国 有的小个法庭 不要说大的法庭 小个法庭 原来5000美元 现在升到1万美元 不用请律师 没有赔人员 你去了以后 当天10分钟 法官就判了 那个法官什么时候 都拿到这个案子 当天早上抽签 才能拿到 你想不然说 没有时间 他不得判哪个案子 你也不知道找哪个法官 中华民国宪法 也写了这个 法定法官原则 司法独立派案 法官凭抽签拿到 那么周湛村 法官凭抽签 拿到成本案子 那么他在审理 这个 审理这个 二次金改案的时候 经过大量的证据 和依法治国 法律上的考虑 最后他判决 陈水扁和21名被告 全部无罪 结果判决之后 周湛村法官 就被撤销了 审理陈水扁案子的资格 周湛村是抽签拿到的 国民党 马一九 吉普松 洪秀柱 洪伟兵们 他们讲一点道理 他们又再重新重签 你讲一点道理 另外首先 法官会议 开了一个行政会议法院 任意一个蔡手续 来审理陈水扁案子 蔡手续 审理过马一九的特别废案 全力被马一九拍拖 判马一九无罪 是马一九在台湾法律界的最大的粉丝 结果台湾出现了法律最大的丑闻 由马一九总统的粉丝 来审判马一九的政体 那当然结果就知道 一定是判陈水扁有罪 说这是第二个 严重的违反诚意正义 第三个 就是台湾的特征主 马政府的特征主 跑到日本 把台湾的通缉犯 吴正亮 叫回台湾作证 叫做通缉犯来作证 只要你咬出来陈水扁 我就给你减刑 而且更严重的是 让这个通缉犯作诽证 这是吴正亮的律师 想公正公布的 所以我们看看 总统齐自先进大法官 这个把这个周端正撤掉 违背法官法定原则 第三个用通缉犯作诽证 仅仅这三条 只是两个案子 完全是政治清算 不是司法案 政治案 必须政治解决 撤销此案 才能回答台湾人民尊重法治的人民的欺骗 这一切都根本在于我们的新的政府 有没有决心来改革 来改革 来推动 最终的一幕 必须来摘掉这个虚假的中华民国这个帽子 让台湾以台湾的名义 来加入联合国 加联合 那今天我很荣幸 获得林一阳一时演说纪念奖 今年我也很不幸接到一张传票 台北劳工局发了给民事一张传票 一张通知 就是经查美国人曹上青 这个参加证经看民事节目 违背了什么什么什么法律 要求民事做封名 要求我携带所有证件 这个到这个劳工局接受审理 就刚刚接到这个这个这个通知 刚刚彭文正先生 刚刚把他传给了我 传给了我的通知 所以我开完这个医师会 可能还要去台湾 这个接到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法律这个文件 这个劳工局的文件 劳工局的文件 这个文件 那今天彭文正先生 马上把这个文件 登在了他的脸书上 他说我们已经跟民事董事长 郭卫宏先生已经都商论过 我们的回答是 经查曹长青出生在 刚才你一事说 中国河庸江省北安 按照中华民国现有 宪法固有职江组 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民事就是这个根本不交罚款 也拒绝来做这个任何其他的动作 就是请这案子就交给台北地方法院 来打着官司 所以请大家帮助我回台北打着官司 打着中华法院 郭卫宏先生说 请大法官来实现 到底我这个中国河庸江 那算不算中华民国国民 那我非常喜欢打着官司 如果这个官司打着 中华人民国到底真的假的 因为中华民国现在实行 叫双重国籍 对不对 大家很多有个中华 是美国国籍 可以拿到中华民国国籍 投票对不对 那我也是双重国籍 第二个你现在的宪法写了 固有之江土 包括中华人民国国国的960万土地 还包括蒙古共和国 那我正好出了三十年 还没叫蒙古呢 对不对 那案子你来宪法呀 就通过这个案子 就回来打这个案子 继续交法机 就一直打到中华法院 正好是命了这个许松立大法官 还有一个大法官 前两天在立法院 咨询他说 三十种歌我唱的 他就叫什么命 非常好 这些大法国就从这案子来打呀 到底是中华民国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打出个结果 我们也对台湾这个民主做贡献 对不对 这最后几句话 我想说 不要把台湾的事情看得那么艰难 那么复杂 其实今天台湾不在共产党手里 国民党已经被逃汰了 洪秀柱下一步去北京 跟习近平和毛台很好的事情 我非常支持洪秀柱 继续担任国民党主席 如果我有一票 不一定同费 洪秀柱 由洪秀柱担任国民党的主义 国民党更加加快的走向会往 对台湾赶紧台湾 今天台湾就一个重要历史时候 绿于一个全面执政 有了立法院 有了总统府 有了多数县市长 下一步 就要推动台湾 尽快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 两句话 第一个 就是要目标清晰 你才有一种既有魄力 这个目标 1964年 距离现在52年前 台湾的彭佩敏先生 和这个魏廷朝 这个 那个谁 他的汉游学生 齐松敏 三个人发表台湾人的自救学员 那个宣言写了15个字 就是台湾的方向 这15个字是制定新叶法 建立新国家 加入美务 台湾 这就是台湾最后的方向 第二个我们也有问题的工作 这个热情我在别人的演讲 我讲过 就16个字 方向刚才15个字 热情是16个字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没钱没力 出席会议 参加所有台湾的活动 推动台湾到天 成正常化国家 参加联合 现在联合193个国家 争取 相信 第194个国家 就是台湾过骨 天佑台湾 谢谢各位 哇 他共有点大活动 哟 ゴー 红尾 你一个心要战胎 好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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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放在这里以下来这 演讲讲 要继续在这里 你要继续在这里 唱到大家董喵 曹先生的演講是第一流 真正的名嘴 所以我們特別給他兩個獎牌 我們這個獎牌 剛剛的獎牌是我們NAMA 為了感謝曹先生來演講的獎牌 那這個獎牌是林毅揚醫師紀念基金會 另外要頒給曹長新先生的獎牌 非常謝謝曹長新先生 哎唷 差點忘掉 你們準備對台灣我們有一個單路來回 當然忘掉 因為要不要回到台灣去 新大公司 沒事 我們NAMA的會員們 今天我們有很多的曹先生給我們有很多的提示 那我們要更加努力 其實我們過去好幾年 我們的NAMA會員們已經是在這個方向 我們向台灣推動 推向國際 我們特別是在我們的會員 其實一向都是支持 而且一直在做 就是像台灣推向國 我們的世界衛生組織 那我們這個會員裡面有 班農忠醫師 他是我們過去畫帕的總會長 那我們很多人都是參與這些 不管是在國際舞台 但在美國之間的聯繫 我們一直在做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小小的學者 要曹先生 不只他提醒 其實我們要更加謹慎小心 所以說 有一天我們把台灣推上 我們國際舞台 回顧到我們聯繫國習室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我們有參與 我們不是缺席者 大家過敏知 謝謝 謝謝